我看到這個南北疆油量品種社 入名中的品種單一 我就自己想決心創造油脂高產品種 畫面中的老人名叫張正才 今年78歲 20年來 堅持研究雜礁選育東小麥高產優質品種 他培育的東小麥新品種 新冬50號已在新疆推廣種植 他被人們稱為西域圓隆瓶 張正才畢業於新疆昌吉農校 學習農作物栽培學專業的他 38年扎根農業第一線 1999年退休後 張正才通過新聞了解到 新疆小麥品種匮乏 遍地質在小麥優良品種研究上做出突破 58歲 本應是移養天年的年紀 但張正才的雜礁小麥培育之路才剛開始 為了方便研究小麥新品種 張正才說服老伴王秀云和子女離開烏鲁木齐市的住所 來到新疆馬那斯縣馬那斯鎮山丹戶村定居 開始了東小麥雜礁選育高產優質新品種的研究工作 夏天淺黃色短袖 秋天橄欖綠外衣 一雙斜邊開裂的布鞋成為張正才的標配 附近村民平日見他也都在農田裡 大伙以為他是真正的莊家人 本以為可以度過幸福美满晚年生活的王秀云 來到農村後 被殘酷的現實擊碎了所有的幻想 張正才起早探黑 進行小麥品種研究 王秀云在農村生活很是乏味 他有時也會幻想一下成立的退休生活 二十年來 張正才跑遍了新疆大部分地區 還先後前往安徽 山東等地尋找產量高耐低溫的優良賣重 那時候就是一個經費 一個子女家父都不高興 反對 平日節見的他 將退休工資和孩子們給的生活費全部用到了懸育小麥新品種上 但這還不夠 在馬那斯縣人民政府的支持下 張正才終於有了自己的東小麥雜礁育種基地 並配套了灌溉系統 後來嘛 國家發現了 直到我呢 給我打了個睡徑 我自己有睡 而且給我把蝶死之後 你看 那鐵絲網子給我忘掉了 還有這一塊蝶 流木蝶 國家給我租下來了 國家掏錢 叫我研究 啊 國家這方面支持挺大的 隨著研究的深入 張正才感到自身的理論知識已經不再支持他繼續研究新品種 於是他白天弟弟幹活 晚上看書學習 將最新的理論知識用於懸育新品種中 工夫不負有心人 經過不懈努力 張正才終於成功培育出是以新疆種植的東小麥新品種 新東50號 如今 東小麥新品種新東50號已在新疆南北疆 推廣種植逾20萬畝 除了培育小麥新品種外 張正才還培育了東天不埋土自然越冬的抗寒葡萄 2011年 張正才坐火車前往東北 歷經9個月 拿回了東北野生山葡萄苗 經過8年的反复試驗 葡萄樹可抵御零下30摄氏度的天氣安全越冬 2016年 張正才看到很多糖尿病人不適合吃面食 他為了廣大的糖尿病患者 又開始致力於研究和培育低糖小麥 張正才採用基因重組理論和遠遠雜交理論培育出的東小麥 已經初步實現含糖量下降的目標 同時 張正才的科研之路仍在繼續 我就在這 跟國家研究出來 號稱過為祖國的法戰出一封力量 最後都消失了 在這 跟國家研究中心的中心 之前 建議中心的馬來 阿玲, 關鍵的法戰出一封力量 這 跟國家研究出來 鄉下 天守 是 蘋,蘋,蘋 蘋,蘋我 在這 跟國家研究中心的艦 是 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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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 蘋蘋,蘋蘋 蘋,蘋,蘋蘋蘋 感谢观看